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就第一篇就来 看完觉得不舒服的关掉了 我不介意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注意到 会有些人点我的那个dislike 也可能是本来就一直讨厌我的人来点的 没有关系 反正I'm out there 也有可能是有的人看到一些觉得 他不太喜欢的内容才点的 那也无所谓 我还是会做 因为我就觉得这是生活的东西 先读一次给你听 I taught my niece to say I need to curl one out when she needs a poo my sister was not impressed when her nursery spoke to her about her daughter shouting she needs to curl one out and teaching other kids gosh man this is funny 所以他教他的这个niece niece可以是侄女或外甥女都可以 我知道我们 我好像前几集有做错 有讲错 就是 跟你的 跟你同性的 小孩 不是你自己的的话 好像叫做糖 对不对 对不起 我应该讲说 不是糖 靠北 什么东西 就是如果说今天 actually I'm right no 就如果你哥哥生了一个小孩 是不是跟你同性 对吧 所以他是你的 那个 侄子 如果是 那女生怎么办 侄女 呀 废话 那如果说是你姐姐生的小孩 那就是你的外甥女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台湾有 我们中文讲有 侄跟 生的分别 英文就是niece 所以我记得我好像前上个礼拜某一集我有讲错了 I meant to say 侄子 但是我讲成了外甥 好 因为应该跟他同性 好 anyway doesn't matter 回来这里 他教他的niece 那我们这里并不知道是外甥女还是 侄女 to say I need to curl one out 还是想笑 curl是什么 curl是 那个 弯弯的 弯弯的 像如果说我今天假设我有卷法 那我的头发就是curly curly 什么东西弯弯的 当你上厕所的时候 你想我们有时候把大便卡通话 不都是弯弯的一条吗 所以 这个大概可以翻译成 我需要弯一条出来 弯一条出来 I taught my niece to say I need to curl one out 我需要弯一条出来 所以当她的这个nees需要上厕所的时候 when she needs a poo she needs to go poo 那poo是比较可爱的说法 这ok 那下一句呢 就是这篇文章的第二句话就结束了 所以她没有第三句话 所以她第二句的内容非常的充实饱满 所以她的姐姐或妹妹就很不开心了 so my sister was not impressed 那加了一个时间复始之举 当 所以当她的姐姐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太爽了 什么事呢 当什么事呢 when her nursery 当她的这姐姐的nursery nursery是什么 就是那个安琴班之类的 所以我们又 我常讲这两个字 就是护理师 nurs 我们以前叫护士 这个字可以变成两个不同的机构 nursery就是小朋友的 那nursing home就是老人家去的 安养院或之类的 还有一个词也顺便做一下 这个词也是应该要知道 hospice 这个hospice就是 我们是不是叫安宁病房 就是老人家已经快到终点了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hospice里面 它跟nursing home又不太一样 nursing home是养老院 hospice是安宁的这样子 好 那回来前面 她的nursery 她的安琴班 跟她说了 所以她说什么呢 about so when her nursery spoke to her about her daughter 跟她说 说什么 有关她的女儿的事 她女儿干嘛了呢 马上加一个授词不语 about her daughter shouting 她女儿就在那里叫着 叫着什么呢 这里少个that 不用写没关系 shouting that she needs to curl one out and teaching other kids 所以shouting跟这个 and teaching 这两个是平行结构 平行结构 所以她叫着她 撇一条出来 弯一条出来 然后还叫起她小朋友 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个人写的 非常的逗趣 因为我笑了停不下来 我再讲一次好了 好 I taught my niece to say I need to curl one out when she needs a poo my sister was not impressed when her nursery spoke to her about her daughter shouting she needs to curl one out and teaching other kids 好了可以了 所以这第一篇 所以我们讲这个上次说的 另外一个 有趣的说法 curl one out 你想像那个画面 你不觉得就很好笑吗 我需要 弯一条出来 curl one out All right 第二篇 My girlfriend noticed me making faces when we were having sex when she asked me about it I said I was remembering sexy situations we've been in to heighten our lovemaking I was actually thinking of a well-known female politician so I didn't come too quickly 这篇也是有点 儿童不已 对不起 可是内容还蛮有趣的 那 或许这边一个重点就是 make faces 什么叫make faces 做脸 不是 做鬼脸 所以英文的做鬼脸 没有鬼这个字在里面 如果你一定要强调 你是在扮鬼脸搞笑的话 那你可以说 you're making funny faces you make a funny face 那没问题 可是如果只是做鬼脸 就有出这个 有这个很奇怪的 猙獰的表情之类的 you make a face so my girlfriend noticed me making faces 目前就OK了 当他们在 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when we were having sex when you ask me about it 当他问我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这表情呢 他就说了 I said I was remembering sexy situations we've been in 所以这里 事实上就是 我说这没问题 说什么呢 I was remembering sexy situations 这里也应该还好 所以他是在记着那些 他跟他女朋友之间的那些 就是性感 性方面的一些处境回忆 这样子 所以the situations 那这里有个that 省略掉了 that we've been in 这个in就是 we've been in the situation 所以这个in 并不是跟后面的to 接在一起的 而是跟这个situation 的关系代名词 接在一起的 so the sexy situations that we have been in 我们曾经处在过的 这些sexy situation 那这么做要干嘛呢 就来提升他的这个 他们的发生的 这做爱的这个高度 to heighten our lovemaking OK 那事实上是骗人的 I was actually thinking of 他其实在想着的 是一个什么呢 a well-known female politician 他想着一个 很知名的女性政治人物 那想到就觉得 OK so I don't come quickly 所以他就不会 射太快这样子 好 事实上我觉得这方法 我一直也有在用 所以看到这篇 我其实是 等于是心有七七焉的 但我就不要讲 太多自己的事情了 too much information 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好anyway 所以第二篇是这样 所以大概或许里面 重点就是make faces 做鬼脸 第三个 我们就直接把也读完 after much agonizing 这样念没错吗 agony是他的名词 agony是痛苦 agony 那他的动词应该就是 agonizing 或者ing after much agonizing we had our beloved but heavily incontinent family cat put to sleep 好 我这边读的 刚刚是一口气读过去 可是事实上 其实这边应该有斗点 它没加 那这是它的问题 所以在很痛苦的决定后 after much agonizing 斗点 然后后面才是主持动词 那后面主持是we had 什么东西干嘛了 所以这个had后面 售词是我们的猫 那那个猫呢 后面加了一个被动的形容词 在这边是 所以事实上是11动词的用法 11动词后面加售词 售词后面可以再加一个补语 那个补语可以是主动的ing 被动的ing 被动的pp 也可以是圆形的 OK 那事实上不定词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在11动词的范围里比较少讲到 我这样口语处理掉 其实有点不负责任 不过我实在不想把它打出来 没关系 因为故事比较有趣 所以他们让它的猫呢 就put to sleep了 那什么叫put to sleep 就是让它安乐死了 这样子 euthanize 这样子 也打出来好了 所以这个字叫做 euthanasia是它的完整的名词 事实上这个字现在都很少看得到 因为有时候我们叫它mercy killing mercy killing 这另外一个说法 那还有我们别的说法 euthanasia 好没关系先算了 所以它的动词就是euthanize euthanize 完全拼错 可以来 OK 还没讲完 对不起 一直卡卡的 所以在经过很多痛苦后 after much agonizing we had our beloved the beloved就是我们所爱的 那因为它是被我们所爱 所以这个词原则上 常常看到的都是被动的 OK 被动的 因为你在描述的东西是被你爱的 so we had our beloved but heavily incontinent 所以我们爱 深爱着 可是它却是非常严重的 这样子的 的那只夹猫 so but heavily incontinent 什么是incontinent 就是石井 所以这猫呢 狂石井 那我就忍不住要再补充一下 石井的相反就是便秘 可以接受吧 石井是忍不住 然后就一直 那便秘则是想 但是扑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incontinent是石井 那便秘叫做 constipated 被动的形容词 那incontinent倒是没有主被动 就是这样 所以它的名词是 constipation OK constipated 可以 那我们讲这个字 讲得非常的顺口 可是事实上 要是外国人有这毛病的话 他们是很难 跑到药房去齐口的 走到跟药剂师说 I'm really constipated 讲这句话出来 脸都会红 那或许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 所以讲出来没差 but anyway 来 所以回来这边 所以经过了很长段痛苦时间的煎熬 我们让我们的猫安乐死掉了 Shortly afterwards We discovered We had a leaky washing machine and carry the guilt to this day 那Shortly afterwards 其实这里也少了一个斗点 那我们把它补进去 所以在过没多久后 我们发现到 We discovered 那这边这个vast可以省略掉 没关系 发现什么事情呢 事实上他们家的洗碗机 就漏水了 OK washing machine 诶 不能讲洗碗机 对不起 这个应该是洗衣机 所以其实是洗衣机漏了 不是猫失禁了 OK We had a leaky leak这个字就漏 leaky就形容词 漏水的洗衣机 所以他们一直把洗衣机漏出来的水 以为是猫失禁了 这样子 所以到今天 他们都还带着这个罪恶感 So we carry the guilt to this day 那明天还会不会 还会 以后也还会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这里不会用Until today 如果你用Until today 那你今天就结束了 好 所以你这个罪恶感扛到今天 明天就没有了 不是嘛 right 好 罪恶感明天后天 这辈子可能都有 所以我们这里要用的是 To this day 而不是Until today 好 这加强调的是 我们常常讲 要是你不熟悉的话 只是你第一次听的话 那你现在就要知道 如果一件事情 到了今天 并且以后还会继续 比如说 你到今天都还能够想得起 你前女友送你的 每年送你的生日礼物之类的 好 那你就会 I remember this to this day Because you're not gonna forget it tomorrow OK You will carry this memory on and on and on So carry the guilt to this day 所以他最后讲一个 Rest in peace Tiger 所以这个猫叫做Tiger 那请你安息吧 这样子 所以他们呢 错怪那只猫了 那这个笑话也是好笑 不过事实上在Fest Hall 看到的时候呢 下面的一大堆人戳破它 为什么 下面的人就质疑它 你少来了 你会写这个就表示 你根本没养猫 你要是养过猫 你就知道 那个猫的尿啊 多臭啊 拜托 OK 所以要是那个猫失禁的话 那个臭味绝对不会是被误解为 误认为是洗衣机流出来的水 不可能 事实上我很同意这句话 因为我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 就那个朋友的猫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就是失禁 结果尿的我整条裤子 因为我那时候 我的裤子在地上 为什么我的裤子在地上 我不解释 反正我的裤子在地上 结果我的裤子就被那只猫 那个猫的尿湿掉了 然后我一穿起来 发现怎么裤子湿湿的 哇 那一阵那个酸臭味 我的天啊 到今天闭着眼睛 我都还闻得到 它有那个猫的尿的臭味 是有点色香味的 我必须说 所以真的是很恶心的味道 所以我相信 这个故事应该是编出来的 but doesn't matter we learn some English right 好了 那到这里可以了 我们完整的讲完了三个故事 那今天你们学到什么呢 我们刚前面说的这一个 上到那个超优趣说法 curl one out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